大家好 我是香港魔童 印度神童的徒弟 上次就預言了2023世界大概會有什麼事發生 今天就來預言一下 2023香港會有什麼事發生 釋迦牟尼報夢告訴我 2023年的香港都是充滿挑戰和危機 十分空險 大家要小心 首先在政治方面 23條網絡安全法陸續出現 國安法繼續存在 立法會繼續清一色 公務員繼續要宣誓 跟西方關係越來越差 Google服務在香港會有點麻煩 未至於會好像中國那樣 但是會有點麻煩 然後 香港會出現類似城管那樣的東西 一句說完 香港的環境會越來越紅 經濟方面 恆辛指數會短暫上升 接著大部分時間都會下跌 過不了25000 買港股 蝕多過賺 外資繼續走 紅色資本陸續進來 會再派多次消費券 明天大雨會繼續動工 香港的罰款金額會提高 以及會有通貨膨上 其他方面 疫情會繼續 不過不會再嚴格防疫 關口會通翻 但是口罩還要繼續戴 疫苗繼續打 要持續多一段時間 醫療系統在2月左右會出現崩潰 陽明會出來 流馬車都會出來 不過在香港繼續坐 2023年出生的首名香港BB 會是一個男子 移民潮會繼續 還是有不少人 永久離開香港 MIRROR繼續存在 但人氣沒有以前感激 COLAR等於解散 來年香港會有不少意外 補裝部隊地位大幅提高 香港會越來越少爭香港人 越來越多普通話人 教育環境越來越紅 時尚有紅色教育 務求令到所有香港學生 根證描紅 說考普通話 2023大家會發現 香港變了很多 好了大概就是這樣 2023的香港只有壞語更壞 那在2023 怎樣可以較為安然無恙地度過呢 很簡單 都是那句 首先抹拆留意新聞 時刻留意著動態發展 不要做港珠 萬一有什麼洩氣上來 作出的行動 都會發人一步 不會說出了事都不知道什麼事 留意局勢變動 絕對不會有洩底的了 跟著 鍛煉好身體 練好體能 做多些運動 早睡早起 有好的身體 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那最後 學多些東西 有些技能旁生 真值自我 絕對好過什麼都不學 還有 儲定些錢 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 萬萬不能 局勢於不好的地方 更加需要錢 就這樣 祝大家 在亂流下平安 內臉不斷寫意 大家看路 黑兔走入青龍院 2023 相當兇險